很多女人在感情婚姻当中 有一个非常错误的认知 就是我的付出 我付出了 就一定有回报 这里你期待和认为的回报 是同样被爱被付出被呵护 可现实是 当你竭尽全力付出之后 你会发现 你得到回报 可能是委屈 愤怒怨恨 他对你做了饭挑三拣四 对你洗干净的衣服视而不见 你天天上完班回来 看孩子写作业 他还嫌你赚钱少没情绪 他还会对你说 不就带个孩子吗 哪个女人不带孩子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开始懵了 我都这么付出了 他怎么还这样对我呢 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我之前说过 但一个事情的发展结果是错的 那可能刚开始就一定是错的 那我们往前倒 你这么付出的来源 就是你那个认知 我付出就是会有回报 这个认知到底错在哪里呢 就是一切付出和回报 都是要有前提条件的 而在感情里这个前提条件 就是需求 你天天给他洗衣服 做饭带孩子 付出了吧 但是他的需求 是你给他提供情绪价值就行了 也就是说 他希望你认可他 相信他 崇拜他 可以做了这么多体力活 嘴上一句夸他的话都没有 你的付出 是不是白付出了呢 还有一些男人啊 他的需要就是每天回家 吃口热壶饭 但是你每天把家里打扫特别干净 但是做的饭特别难吃 他一样会觉得不满足 不光是男人 其实女人也是一样的 你付出那么多 你的需要就是 他对你做的一些看到 对吧 可是男的觉得 我在外面赚钱很辛苦 都拿回家了 给你了 你还要我怎么样 你看 这又是需要没对上 现在很多人出轨啊 就是自己的需求 家里满足不了 正好外面的那个满足了 俩人就开始不清不楚了 这就像你去买水果 你就想吃西瓜 既可住个水果店 就算有一百种水果 但就是没有西瓜 你是不是还是会换一家店买 我的道理 所以我一直在劝你们 不要那么着急付出 你先搞清楚对方要什么 他要什么 给什么 你省心 他高兴 你点关系 就和谐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